朗祖回頭金不換 一名曾經凡下重大選舉案的黃英辰 坐到十多年 能夠多月前出到回家 並且帶了大量在家中的外奏 黃英辰離家後為了平前自己參加外套班 這才發現其實自己唱罵到外套的天分 以唱會林鄉為出發店 將心境迎來外奏 外奏無所得獎的作品 黃英辰請主向鄉親概率為作內容和創造時的心境 前一開始秦中議員尊到江欧英雄氣概 到中後期對家中無端的思念 黃英辰的為作一直到重在到困難 在中間對林鄉的專門變成作品以外 他也到你心非常的創作 我是九十四年去台中建議 剛才剛才到達 當時心情比較浮雜 我想要沉澱外奏 然後開始外奏無法 我的過程感覺自己心裡比較平靜 外林鄉和外奏 應該是一年聚會吧 外奏的感受 就是要去外人生 台北方我比賽的都跟我的人生 是一種學走 還是什麼 一開始我比賽都會 比較熟我自己 新進的人生作品 對人生如期 有一種感受 也對孩子的思念 到外奏 我們挑戰就說 孩子可能要我們的背貌 不是要我們賺很多錢 這是我們自己的一種 心理 寫照反應 都會去外奏 有參加很多比賽 都會有 做一種不錯的獎勢 我們也希望 在這個社會 可以有一點回饋 還是幫助 如果這條路走得通 我們也會想 做一種作品 做一個公益 還有一種 學生的午餐 營養午餐 還是什麼都可以 這是我們的 最終的想法 跟我們的初心也是這樣 新港鄉民代表 陳玉琪表示 王先生是為人生 犯害創悟 已經付出代價 並且就有為多 思考心情 也希望可以 將所有的作品 電出以為幫助 黃先生 他本身 他的人生的經歷 就是跟 比較配書 過去曾經 犯了一些錯誤 可是現在 他也為他 過去所做的事情 做了一些 就是懺悔之類 所以他現在 他的心境 是藉由作畫 然後 讓他能夠 平和他自己的心 也藉由作畫的方式 能夠教化人心 希望說 未來有更多人 能夠靜下心來 過去去反省自己 曾經所做過的事情 然後加上說 未來有機會 有機會能夠替黃先生 能夠承辦一個化展 然後希望我們政府 也能夠 最多重視這一個區塊 幫助更多 這個社會上 需要幫助的人 黃銀沈的作品 遞到很多種 更加有五十多 百作品 因為窮婚 典現 正向人生 讓台中感到 來受眾 黃銀沈更加二萬 希望將作品 典出欲買 讓更多 小家庭和小孩 可以遞到幫助 也向人生 公平的道路 新中華新聞 李明洪新港 蔡宏報道